宇宙的辽阔和复杂对于人类来说无法想象 现在我们只能观测到直径930亿光年的一小部分可观测宇宙 而这只是在光的速度限制下能观测到的范围 人类目前了解的宇宙事实可以总结为两点 首先,宇宙起源于一次被称为大爆炸的事件 其发生时间约为138亿年前或者137亿年前 这个事实已经得到了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和星系红异的实证验证 第二个事实是我们所处的可观测宇宙只是我们从地球上能观测到的部分 每个文明都有自己的可观测宇宙 其范围由光的速度决定 目前我们能观测到的宇宙半径约为465亿光年 超过这个范围的星系发出的光永远无法到达地球 基于以上的认识 天文学家们开始在宇宙边缘发现一些令人费解的现象 例如2008年他们发现了星系团的高度运动 极大量星系团都向同一方向移动 这违背了宇宙中物质分布的规律 天文学家们因此推测在宇宙中存在一些未知的结构 这些结构可能影响了星系团的运动 最近英国的天文学家在距离地球约93亿光年的木夫座附近 发现了一个巨大几乎对称的星系弧 这个弧形结构跨越了33亿光年 相当于我们可观测宇宙半径的15分之一 如果我们能从地球上看到它 它将横跨35个满月的直径 根据目前的宇宙模型 星系应该均匀地分布在宇宙中 这种规律被称为各项同性 被用来作为全宇宙的基准 然而这次发现的巨大弧明显违背了宇宙模型 因此天文学家们不得不对其进行修正 有一种理论认为 在大爆炸后的138亿年前 宇宙在短时间内经历了剧烈膨胀 我们目前观测到的可观测宇宙集中 星系分布的规律只是一种错觉 是由于我们自身观测的限制而产生的错觉 就像蚂蚁只能看到自己活动范围内的一小部分 却把它当成整个世界一样 实际上整个宇宙的体积 远远超过了我们可以观测到的宇宙 因此我们对于巨大弧的发现 只是偶然看到了宇宙的一小部分 让我们更加认识到自己在宇宙中的渺小 此外除了星系分布规律之外 人类目前对于宇宙的物理规律 是否适用于整个宇宙也不确定 也许光的速度只在可观测宇宙内每秒30万公里 一旦超出这个范围 光的速度就可能不止30万公里每秒 在这种情况下 人类文明的科学就像是小马过河 每次发现新的宇宙现象或结构之后 都需重新调整我们之前的认知 总之 在我们对宇宙弧结构的认识 仍然是未解之谜的情况下 人类所能做的就是通过 哈勃和微博望远镜等工具 在宇宙的大尺度上进行观测 并试图从已知的数据中 分析出宇宙的最终结构 绘制出宇宙的地图 毕竟在无尽的宇宙中 我们至少应该知道自己在哪里